水果成熟的過程 歡迎回來我是帕克 不知道有沒有聽說一種說法 拜一拜之後的水果容易變壞 這是因為好兄弟在這個時候偷吃了這些水果 所以就容易變壞了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就來聊聊吧 這些說法你可能在其他地方有聽過 不過還有一些小地方還是需要再釐清的 而不是大家說的那樣 如果你高中生物還沒有忘記的話 應該會記得水果成熟的過程 會釋放一種天然的植物荷爾蒙 叫做乙溪 乙溪是一種氣體 這種荷爾蒙可以讓原來硬斑斑又酸澀的水果 變成柔軟又香甜的熟成果實 乙溪對人體是無害的 因為它是植物的荷爾蒙 不會作用到人類的身上 我跟你今天不當人類啦 往前有一些長輩群組會盛傳 用乙溪來催熟水果 對人體有害 沒有啦真的沒有害啦不要再亂傳了 講完這個植物荷爾蒙的乙溪 我們就來講講為什麼敗敗後的水果容易變壞 我們敗敗之後所燃燒的香 它也會釋放乙溪 乙溪我們剛剛就說過 它可以吹熟水果 而且我們敗敗的時候會習慣將水果放在室外 這時候水果受到太陽的照射 再加上夏天天氣特別炎熱 水果在高溫下更容易自己釋放乙溪 所以兩香加成之下 水果當然就容易變熟甚至是腐壞 這就是為什麼敗敗之後水果特別容易變壞的原因 不過這樣還沒結束喔 現香燃燒的時候 除了產生乙溪之外 還會產生另一個物質叫做多環芳香町 不明思議它的構造裡面有很多這種圈圈 如果是煤炭、瓦斯、垃圾燃燒不完全的時候 就容易產生這些物質 現香燃燒的時候也會有這些東西 這種物質多半對人體有害 甚至有致癌性 有趣的來了 很多網路上的文章都說 現香燃燒所產生的多環芳香町 會促使水果分泌以吸 技能造成水果容易催熟變壞 可是我們找了很多國外的文獻 都沒有提到現香產生的多環芳香町 會促進水果分泌以吸呀 那些資料幾乎都是說 現香產生的以吸 反而才是會催熟水果的原因 而且如果是要由多環方向聽 直接煉成以吸 還需要非常多繁複的加工過程 像是在高溫下對石油進行裂結反應 這是其中一種可以產生以吸的方式 但你說這些一圈又一圈的東西 會直接促進水果分泌以吸 這方面的資料我們還真的找不到 有可能是我們的資料不夠全面 如果你有不同的文獻 也歡迎提供給我們 另外說到現香催熟水果 就一定要提一下這個由台灣國中學生所做的實驗 那不只用現香 還用燒紙錢 銀印紙的方式 將這些水果放在密閉的空間下 用這些東西去尋 結果還蠻特別的 有些水果用現香反而沒那麼容易催熟 有些用紙錢反而還比較容易 原因目前不清楚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用電石來產生乙吸 可以明顯的催熟水果 這是沒有問題的 而這些水果也會有不同的熟成反應 只能說個體差異真的不小 好 拜拜後的水果真的比較容易變熟 這是有根據的 在網路上有些說法 可能要再稍微保留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那我是帕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